Hello,大家好,我是金井,上海车展现场报道 咱们今天主打的一个牌面就是豪 看完了大牛,咱们再过来看看 全新的Lexus LM500H 这台车是在上海车展进行了全球首秀 说谓到这台车身上 首先我们看到它的前脸采用了一个全新的设计 也是电气化的一个设计的理念 首先车灯的位置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的 主要的变化在于大面积的格栅 现在有点像无边框格栅的意思 虽然也是仿锤型的这种造型的设计 但是要相比起之前我觉得更夸张了 然后也有更加电气化的这种感觉 底下有一条横向的银色的镀铬饰条 去进行了这种横向的延伸 也让车头从前面看起来更加的宽大了 侧面造型的设计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依然是一种方方正正非常大气稳重的感觉 尺寸上稍微有一点变化 就是车长增加了85毫米 轴距没有变依然是3米 座椅布局之前的话 听说它只会推出4座版本 但是今天的最新消息 是会针对中国用户推出6座和7座的版本 也满足各种各样不同的需求 我们再来看一下尾部 LM也逃不过贯穿尾灯的真相定律 它也用上了一个贯穿尾灯 但是有是有这种弧度的 就我觉得要比现款的车型增加了一些辨识度 然后整体来说也是比较简洁的这种风格 底下依然是隐藏式的排气 看我今天被拦在围栏外面 我也没法进到车内 背背小王在线想当一次老板 但是我可以给大家去简单描述一下车里面的一些信息 首先前排它是采用了一个家族式的这种设计 就是跟雷克萨斯的其他车型也挺像的 但我觉得重点在后排 就是四座的车型依然会有这种隐私的挡板 另外就是它的电视会变得更大 48英寸的一个大彩电 还有冰箱 大彩电大冰箱都在给安排上 而且它有可以加热的腿托和扶手 动力方面呢 目前已知是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2.5升自然吸气混合动力的车型 一个是2.4T混动的车型 那未来有可能会推出2.5升自然吸气插电混动的车型 这个也不是很确定 全系都是标配电动四驱的 哎呀 未来如果有机会的话 其实我也不太想试驾这台车 让我试乘一下就行了 那我也体验一把当老板的感觉 谢谢大家